《天氣報告》 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妍 廣東沿岸及香港 今早早都受到潮濕的偏東氣流影響 氣溫方面比較平均 7點多鐘 各區的氣溫上升至18至19度之間 相對濕度今早維持在比較高水平 很多地區的相對濕度都在90%或以上 變成今早沿海地區有些薄霧 我們看看能見到無論在東面水域或西面水域 都受影響比較偏低 赤立角最新的數字都是維持在三、四千米左右 大家如果要駕船的話就要小心一點 天色方面看回維港的天氣照片 看到除了水平面受到薄霧影響比較朦朧 天上面亦有一陣雲在 不過這些雲層不算太厚 預計日透出來之後會有些納粒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會是大致多雲 一早一晚會有薄霧 有一、兩陣微雨 而氣溫最高會回升至23度 日後短暫時間會有些陽光 預計日後一、兩天在華南沿岸 繼續會受到這股潮濕的偏東氣流影響 變成在沿岸地區普遍比較多雲 甚至乎有幾陣雨 亦展望香港的情況會很類似 我們展望未來兩、三天將會有幾陣雨 最後要提醒大家本週後期有些比較大的變化 預計一股東北季後風會再次把冷氣帶回華南沿岸 所以屆時這一區包括香港在內 去到本週後期的氣溫會顯著下降 所以提醒大家 2月下旬天氣將會是炸暖還寒 大家要小心保重身體 好 香港天氣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